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们的邀请 也很开心与各位观众见面 前线癌也是香港很普遍的癌症 最新的癌症数字可能在男性也是第三大常见的癌症 所以今天大家要坐在电脑的荧幕前面 听完我们的Facebook Live的报道 提提大家如果有问题 其实随时可以在Facebook的checkbox发问 所以问过问题 而被抽纵解答的网友 我们都会送一些礼物给他 包括避疗外肤学会的小冊子 讲一下关于我们常见避疗科的病 另外也有一个水杯仔都会送给大家 好了 事不宜遲 时间交给张医生 好 多谢你 Brian 今天很开心介绍一个和大家都很有关系的疾病 题目是如何激对转移性前烈线癌 其实刚才郑医生也说过这个病是很常见的 其实每个男士出生都有前烈线这个器官 一般男士如果前烈线随着年纪 他就会慢慢增生 病人就可能会有一些 蛾尿的问题 蛾尿慢 痴下痴下等等的症状 但是如果你的前烈线器官 是出现了一些病变 而患上前烈线癌 同样地你可以有小变的问题 如果你忽视这些症状的时候 如果这个前烈线癌的病愈来愈差 甚至乎有一些转移的时候 那病人就可能会有一些 周身骨痛这些症状 因为前烈线癌是倾向扩散去你的骨骼 那也都反映一件事 就是如果男士有些症状的时候 其实就不要不理 其实早点去看 你早点去发现这个病 往往都会有一些更好的方法去治疗 那其实呢 看回我们香港癌症 资料统计中心的数据 那其实前烈线癌 每一年都大概2500宗的新例 那你看这个十大常见癌症排第四 那纯粹第三位 那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除了小便症状以外呢 其实有一个抽血检查呢 是大家都可以去做的 甚至乎呢 很多男士定期好像 像连检那样身体检查 都会查得到的 那这个指数呢 就叫做PSA 中文呢就叫做前烈线抗原指数 那这个指数是什么来的呢 简单来说 如果这个指数越高呢 幻想前烈线癌的机会呢 就会是越大 其实呢 讲一讲一讲 已经成三十年前的了 当年呢 就有一位 美国的教授 又叫Professor Catalona 他就做了一个研究 亦都呢 刊登了一个很权威的暂时 那就发现呢 如果用PSA 来到抽血去看 如果真的发现了一些人PSA高 而你又再做进一步检查 包括就是抽针的检查呢 你就会大大提高了呢 这个发现前烈线癌的机会 其实到了三十年后 这个年代呢 PSA已经是广泛使用 无论是公立的医院啊 普通科门诊 甚至乎你纯粹去一个诊所 想抽血已经是做得到的了 那呢 其实大概就在八年前呢 我们也有发表过一个研究 那是香港的人 二千六百个病人 那如果我们看回PSA的水平 如果个个都去抽针去研究 那其实患上前列线癌的机会 又有多高呢 那刚才也说过了 如果PSA越高 患上前列线癌的机会越大 通常我们用一个分界线呢 就是4.0 单位数4.0就有分界 如果4以下呢 其实患上前列线癌的机会很低 往往都是观察着 就已经是可以 那如果PSA去到4以上呢 那那个机会就会是 患上癌症的机会就会增加 但是呢 如果你看一下 整个图最低那一栏 如果这么不幸 你发现这个PSA已经是超过五十呢 其实呢 已经有八成半的病人呢 是患上前列线癌 那所以都是那句 不容忽视 抽血其实已经是可以帮到我们 去判断究竟你有多大机会患上这个癌症 如果真的PSA高呢 其实我们往往呢 都会考虑了一些检查进一步去看的 那以往呢 很多时候呢 就直接抽针的 而且以往的做法是怎样的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图像显示 其实呢 以往的做法就是经直腸呢 就用超声波伸进去 跟着呢 就照着前列线的器官 由于呢 前列线这个器官在直腸前面的 那如果你经直腸去做呢 那个距离是最短 也都最容易抽到针 那但是呢 我们发觉呢 其实呢 这个办法 虽然是简单容易去做 但是直腸里面呢 其实很多大便 很多菌 那你抽完针有伤口 就容易感染了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年代呢 已经是 很多时候是用另一个方法 就叫做经滤阴的前列线活检 滤阴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男士阴郎对落 那个皮肤位 其实呢 跟那个前列线的距离 远一点 难做一点的 不过 其实呢 一般都是做得到 而且呢 经皮肤呢 你就不用经直腸那些大便 不用经那些菌呢 那你的感染的机会 就会是大减 如果看回我们香港的数据呢 那我也曾经看过 过万个做经滤阴阴 那前列线活检的病人呢 做完活检之后 嚴重的感染的机会呢 其实只是0.3% 那所谓的经滤阴 已经是成为一个趋势了 多数都是这样去做 那样东西呢 就是在我们抽针之前 我们都会考虑 做一些的影像的检查 那最常做的就是一个 叫做磁力共振 那其实什么意思呢 磁力共振就是 照下前列线有没有影像 如果有影像呢 我们很多时候有个平分的 这个平分是1-5分 1-2分就不担心 3分呢 就有少少怀疑 如果你看回这个图呢 那个箭嘴下面的位置 好像有些阴影 但是呢 其实有些时候呢 阴影会是更黑些 更明显 那就去到4分 或者它的体积已经是很大 甚至乎 已经有一些食出前列线以外的 因为迹象呢 就去到5分 那同样地呢 评分越高呢 基本上患上前列线癌的 机会就越大 如果你做磁力共振 看到又影 PSA又高呢 那我们基本上都会 很建议病人呢 需要进一步抽针去检查的了 现在呢 我们已经有一些方法呢 可以透过一些软件的仪器呢 就用这个磁力共振的影像 投射在我们做中 前列线活检的超升影像当中呢 那我们就真的可以 所谓的对着影来抽 那呢 希望这个诊断呢 是做得更好 但是所有癌症都是 那你诊断就是第一步 当你诊断了前列线癌的时候呢 第二样东西呢 就要看一下这个癌 究竟是第几期 所以我们要再做进一步检查 看看它有没有所谓的转移 或者扩散的迹象 那有些什么方法呢 最传统的方法就是 所谓的骨骼掃描 我们叫Bone Scan 那为什么呢 因为前列线癌是很特别的 它是倾向如果转移 都是去骨骼的位置转移 那做Bone Scan呢 就最简单 但是其实呢 有些时候它不一定 是扩散在骨那里的 它可以去附近的淋巴 甚至乎其他的器官等等 那所谓骨骼掃描 也都有它的限制 那呢 传统的正电子电脑掃描呢 就往往呢 都是在个癌症 看有没有转移 都会有些帮助 不过呢 我这里都想提提大家的 因为呢 其实PAT CT Scan 正电子电脑掃描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种类的 而大部分的癌症的PAT Scan 就和前列线癌的PAT Scan 是有些分别的 那在前列线癌 专看前列线癌 专看前列线癌 有没有转移的PAT Scan呢 其实我们是有个名字的 就叫PSMA PAT CT Scan PSMA 正电子电脑掃描 那呢 那呢 其实呢 PSMA的P就是代表Prostate 那就是专看前列线癌 那我都给一个病例 它的影像给大家看一下 参考一下 其实这个分别呢 是可以有多大的 那这个病人 同一个病人来的 他做了几次的不同的素描 同一个星期里面 这个呢 就是最简单 骨骼的素描 那呢 看到它的肋骨 有些地方呢 都有比较黑的位置 所谓灯的位置 那呢 如果我们做普通 这种传统正电子素描呢 发觉有些位置 本身骨骼的素描 是没有灯的 现在呢 我们看到它也有灯的 那但是呢 如果这个病人 做一个更加合适的 正电子素描呢 PSMA素描呢 同一个病人 就发觉 哇 原来呢 它转移的情况 是远比我们想象中 是严重的 那呢 基本上 最右边的图 所有黑色那些亮灯的位置 都是 懷疑有扩散的地方 那我纯粹就是 透过这些图像 告诉大家 其实一个合适的素描呢 对于看有没有 扩散转移 是很重要的 那呢 诊断那部分呢 就是 这样 和我们如何去评估 有没有转移呢 大致上 都是透过这些方法的 好 谢谢你 Jeremy 那大家反映都很热 我问了很多问题 那我先问一条问题 那我先问一条问题 在诊断前线癌呢 就最主要用PSA 那 还有都可能 就是说 需要可能做体检 那样 就是隔不中做一下 那有没有说 其实 难受到多少岁 就要 需要考虑做PSA 以及隔多久做一次最好呢 是 那其实呢 所谓做诊断都有不同的层次的 第一种就是所谓的 西查 西查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没有什么症状 你都可以去抽PSA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就要看看病人呢 有没有一些患上前列腺癌的誘因 那我们最常最常说的就是所谓的家族史 就是如果你的爸爸或者兄弟 直属、亲属那些 就是亲属那些的亲戚 有时呢 你患上前列腺癌的机会呢 最少是多了一倍 那如果有家族史的病人呢 其实我们都很早会叫他开始抽血去看的 那一般的建议是说40岁以上 已经要考虑抽血去看的 那如果你抽血回来的指数是正常呢 你就不一定要每年都抽的 其实你隔几年 两三年去抽血呢 都是OK的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如果病人本身是没有家族史的话呢 那我们前列腺癌呢 其实他的病法和你的年纪很有关系 如果你没有家族史的时候 40岁幻想前列腺癌的机会 其实本身就很低 那所以这类病人呢 我们就会最少55岁以上 我们才会考虑抽血 那通常就是55岁去到78岁这个范围呢 我们就会考虑抽血 那当然啦 如果男士是有症状的 小便有问题啊 甚至乎周身骨痛啊 或者你看医生的时候 摸那个前列腺 发觉有一些硬块 那这些就另计了 因为有症状呢 那我们通常抽血的那个 那个动机就大一些了 我们就会多些去考虑抽血去看 嗯 明白 那网友问了很多问题 那或者我选一些 是和刚刚Jeramy说的有关的先 那有网友问呢 其实你刚才说过做前列腺活检 那做活检 其实主要有些什么病发症呢 那刚才提到 例如经会因就少一些感染 有没有一些其他病发症呢 那当然啦 如果抽针的时候呢 那病人在抽完针之后 常见的病发症就是 譬如小便 可能会有一些血 血尿的情况 通常呢 几日至一个星期呢 就会自己散光 另外呢 就是男士如果 射精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精血的情况 那这个呢 有时就真的来些少 那呢 另一样东西就是抽针呢 因为我们整个前列腺的器官 其实抽针 对着影抽 附近位置呢 我们都会抽的 那其实你抽的时候 有伤口 当然前列腺都会肿 那这些病人抽完针呢 有机会的小便呢 蛤尿没有那么畅顺 甚至乎呢 如果前列腺很大的病人呢 抽完针呢 甚至乎会蛤不到尿 所谓尿处流的情况 那种情况 那种情况 那种性感染相对也少的 这样的情况 那感染就 那当然 经活阴虽然 感染的机会会大减 那但是严重感染的 那个比率 就大约0.3% 那大致上的病發症就是这些 明白 那你有一位朋友 Alectley问呢 他说其实你刚才说 前列腺癌 就多数转移到骨 那会不会有机会 都转移到其他地方 而去转移到其他地方 又和只转移到骨 有没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呢 絕對是可以轉移到其他地方 淋巴甚至乎其他的器官 也正正解釋到 為什麼我們很多時候 尤其是高危的病 我們都會傾向用這個PSMA的正電子電腦掃描 因為只是骨格掃描是不夠的 至於你說 它的病如果有傾向轉移到其他地方 骨格意外的地方 當然這類病 就比起一般的前電視癌 它那個癌症的情況 就是它的便宜有機會有些分別 有一些數據就是說 如果它是傾向肺肝那種轉移 它的存活率有機會是差一點 但是我想這個就 真的因應看情況 不只是看抗散 也要看PSA 磁力共振影像等等 去做一個判斷 那你剛才提及過高危的情況 就可能要做一些素描 貪目擴散 那其實怎樣才是高危的情況呢 就是有什麼病人 你是覺得要做 剛才說的PSMA掃描 而哪些不用做呢 我想有幾個參考的指數 我們要看的 第一就是你的PSA 當然PSA越高 除了你患上前列腺癌 機會越大 也都代表你身體裡面 前列腺癌的量 會多一些 所以PSA如果高過20 那我們很多時候都已經 擔心了有沒有擴散的情況 第二就是我們前列腺抽針活檢的時候 其實我們拿了一些組織出來 我們會在顯微鏡下看的 顯微鏡下看 我們在癌症都會有一個評分的 同樣地這個評分 最低分我們通常就是6分 最高是去到10分 那又是了 如果分數去到8至10分 就為之高危的前列腺癌 我們就會考慮去做這個PSMA PET scan 第三呢 就要看一下它的扭 它的前列腺器官 究竟它是有幾大粒 還有有沒有吃出前列腺意外的地方 那我們怎樣去判斷呢 一般就是 第一探光門檢查去摸 看一下有沒有明顯硬化 第二就是磁力共振 看一下影子究竟有多差 那我們參考幾個指數 去判斷究竟我的癌症有多差 還有有沒有需要去做一些PSMA PET scan 好 多謝你 那或者現在我們交給Jeremy 再說到第二部份 好 那我看到主辦單位很有心機 其中一個一個post就是這個 諾貝爾獎和前列腺癌的治療 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都很有趣的 那這個研究就是在1941年 即81年前就有兩位的研究人員 一個叫Charles Huygens 另一個叫Clarence Hodges 那當年為什麼會做這樣的研究呢 第一前列腺癌很常見 第二當時候沒有什麼其他藥去給 化療藥都沒有 那他們的想法是什麼呢 就是前列腺這個器官 基本上只有男士才有 那其實跟男性的荷爾蒙有沒有關係呢 那他就做了一個很潛尖性的研究 就是在一些患上前列腺癌的男士 他嘗試用一些方法去壓低他的男性荷爾蒙 從而看看究竟他的前列腺癌 有沒有什麼對治療前列腺癌 有沒有效果 那其實男性的荷爾蒙 大部分的荷爾蒙 都是在高院製造出來的 所以當年的研究 怎樣去壓低男性荷爾蒙 就是做一個所謂的高院撤除手術 而那時候那個年代 連PSA都沒有的 那他看什麼呢 就是看病人抽血裡面的一些骨酵素 因為前列腺癌剛才說過 他傾向轉移到骨道 很多時候病人的骨酵素都會很高 那他就看看究竟做完這個高院撤除之後 骨酵素會不會從而降低了呢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病人本身骨酵素就很高 他看兩種骨酵素 所以有一個實線有一個去線 但是兩個都是骨酵素 他做完這個高院撤除手術之後 基本上他在其中一個指數 在十天裡面已經是大減 另一個指數大概到四五十天左右 也會降低 而這個這麼潛添性的研究 就基本上就成為了一個基石 往後幾十年就有很多研究 在那裡看 如果我們降低男性荷爾蒙 究竟對於控制前列腺癌有什麼幫助呢 那我們就發現了 其實病人接受了荷爾蒙治療之後 第一他的症狀會好了 可能他的骨痛的症狀會大減 第二就是他抽血的指數 不是只是骨酵素 PSA指數都會大大降低 第三就是如果他身體有其他器官的轉移 或者他的癌症很差 已經影響到兩邊的疏股管阻塞 積水等等 這些所有有關前列腺癌的併發症 都能夠降低 所以到了現在 80年後 荷爾蒙治療都仍然是前列腺癌 轉移性前列腺癌治療的一個基石 而因為這個研究 就令到Charles Huygens 在1966年獲得了諾貝爾獎 所以 諾貝爾獎原來在前列腺癌研究裡面 是有很大的淵源的 但是 其實荷爾蒙這件事很神秘 整個荷爾蒙的系統是很複雜的 複雜到是怎樣呢 其實 由腦部下腰部 就會有一些荷爾蒙 就影響到腦下垂體 再分泌一些荷爾蒙 才會影響到膏院去分泌這個男性荷爾蒙 那如果你直接處理膏院那部分 切除膏院 那你那個男性荷爾蒙當然會降低 但是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男士 做一個膏院切除手術 雖然說相對簡單 但是都是一個手術 和你都會喪失了一個器官 也都不是個個男士能夠接受 所以呢 經常都會在想 其實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做手術呢 有沒有一些藥物控制的方法 同時間又可以降低到男性荷爾蒙呢 於是乎呢 之後也有很多研究了 就發現呢 可以用一些荷爾蒙的針藥 只要透過影響下腰腦的荷爾蒙呢 到最終 無論我們用一些促進劑 或者結礦劑 不同的針藥 到最終跟膏院切除手術一樣 都是能夠降低這個男性荷爾蒙 其實這個過程呢 發現這些藥物的過程是很漫長的 那這個呢 就另外一個人 就叫Andrew Scully 當年呢 我們發現這個腦部 下腰部 分泌的荷爾蒙呢 它的結構呢 是一點都不容易去發現的 那麼它怎樣去做呢 它就在十六萬隻豬的腦裡面 很辛苦這樣 就提煉了一些精華出來 就是那種荷爾蒙的精華 它就用這個精華呢 就給了一些化學家的研究人員 終於呢 我們認識了它的荷爾蒙的結構 終於呢 我們製造了一些藥物呢 去影響你的荷爾蒙 那麼呢 其實那個影響很大的 因為呢 基本上到現在 如果一個男士有前列腺癌 他考慮做荷爾蒙治療呢 大部分的病人呢 其實都已經會考慮用針藥的了 那麼你就不用做手術了 打針已經可以做得到 而且針藥呢 已經做到是很方便的 有些就是一個月打針了 但是也有些是三個月 或者六個月才打針 而它的效果是可以維持很多個月的 所以這種的研究呢 其實對於在我們治療癌症 前列腺癌的影響是很深遠的 其實而這位的人士呢 到最終也都在1977年呢 又獲得了諾貝爾獎 那所以前列腺癌的研究 原來呢 都是影響都是很大 還有呢 都成就了很多人去獲得獎 那麼呢 賀爾蒙治療呢 到現在已經成為了 前列腺癌的基石 那但是呢 其實也都有它的限制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轉移性前列腺癌 雖然啊 每個人給亥犯治療 PSA一定會跌的 還會跌很多 但是呢 隨著時間 前列腺癌的細胞呢 都會開始有所謂的抗弱性 它的PSA很多時候都會升高 那麼這個研究呢 也是大概八年前 我們就看了四百多個病人 個個都是轉移性前列腺癌 在香港的病人 那當然呢 有些人呢 他接受了賀爾蒙治療 的反應好些 有些是差些 那但是你看回 我們圈著那個 overall survival 就是他的存活 那個時間 好些的反應的病人呢 他的平均的壽命呢 就大概三年半 差些的病人呢 其實就大概兩年 所以始終啦 雖然有賀爾蒙治療 雖然呢 一開始的反應很好 不過呢 他始終會有抗弱性 到最終 雖然轉移性的癌療港 都算不錯 不過呢 其實存活的時間 也都不是太長 兩年至三年半 那麼呢 以往的做法 是怎樣呢 PSA可能一開始三百的 你給亥蒙治療 哇 降到很低 去到零了 頭兩三年很好 不過呢 之後呢 回升 我們才考慮呢 就用其他藥物 化療藥 等等的藥物 去再治療 其實我們往往就想 其實我們是否可以 早些的階段 用多些不同的藥物 去控制多些呢 將一些二線的治療 如果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給一些更厲害的藥 是否就可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一網打盡呢 將一些癌症 那麼呢 這十年間呢 亦都很多的研究呢 就看這件事 就是說 我們不只是給亥蒙藥了 我們再加其他藥 那麼究竟 那前列腺癌 是否能夠控制得更好 第一種呢 就是亥蒙治療 加這個化療藥 那化療藥呢 我們經常用的呢 就是一種叫做Docytoxal的藥 這種藥呢 通常每三個星期 我們每次打一次 我們目標呢 最少要打六次的 不過如果病人打完之後 他的效果很好 而他又沒有什麼副作用呢 我們有時候都會給多些 去到整十次都會 那但是呢 可想而知 化療藥始終 是有一定的毒性 對你的免疫系統 可能有些抑壓的情況 那你的白血球 如果有一些抑壓了 又怕會有一些感染 發燒的情況等等 所以呢 給化療藥期間呢 往往都要有一些緊密的監察 那所以每一次給化療藥之前 我們都要抽血去看 看看他的骨髓 那個灰霍去到什麼地步 而決定 究竟是否合適再去給 那但是呢 這種治療呢 給六次 那如果的效果 你想 已經可以考慮去停的 那所以你這樣計算三個星期 一次呢 大概四個多月 我們就完成那個治療 那但是呢 荷爾蒙治療呢 就一直給的 就不停的 你打針就一直打下去 這個是個根底 只不過就是有根底之餘 再加化療藥呢 他的壽命呢 也都會大大去現場的 那呢 化療藥當然啦 有一些好的效果 但是也都因為這麼多的副狀呢 那我們經常就想 有沒有一些其他藥物呢 那就慶幸了 現在呢 我們都有一些 新一些的 叫做靶向性的荷爾蒙藥物 那簡單來說就是什麼呢 荷爾蒙針藥可以降低到 大概九成半 九成九成半的男性荷爾蒙 但是始終身體有些 男性荷爾蒙還沒那麼低 還有呢 就算你那麼低了 有些時候前列腺癌呢 他都會適應得到 他會呢 就算你的荷爾蒙指數很低也好 他夠用就可以了 他仍然會生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用一些 靶向性荷爾蒙藥 進一步將這個荷爾蒙降低 或者呢 直接呢 將那個前列腺癌 對於男性荷爾蒙的那個 敏感度降低呢 那 他的效果都是能夠 是做得更好 而這些藥物呢 就不是打針的 就是口服藥來的 通常就每天吃一次 腹狀當然比化療藥 就較少了 那很多時候呢 就算年紀比較大些 或者有其他病痛呢 吃這些口服藥都是 病人都是 抵受得到 但是因為這些新藥呢 就很好 不過呢 也都是比較昂貴了 所以病人都要 衡量一下 究竟是否能夠 是 吃到這些藥物 那現在的口服的 保温性的藥物呢 其實都有幾種 那最常聽到的 就是這三種 一個就叫做阿比特隆 另外一個呢 就叫做恩澤努安 第三種叫做阿帕他安 那其實當然啦 究竟選哪一種 很多時候都要看回 你各位醫生 評估了你的情況 而去做一些判斷 究竟哪一種是最適合你 但是如果好 要去講一下 有什麼大分別呢 那阿比特隆呢 這隻藥呢 相對用的時間 香港用的時間 就比較長些了 很多時候病人 吃完呢 都是沒有什麼大副作用 不過呢 這隻藥呢 如果你吃呢 就要連著 一個叫做雷固醇的藥物 一起去吃 雷固醇當然有它的副作用 所以如果有些病人 譬如這麼說 他糖尿病很差的 那如果你用這隻藥物 加上這個雷固醇 有時怕糖尿控制會不好等等 但是在副作用部分呢 相對都是 病人都是接受得到的 很多時候 因澤努安呢 這隻藥呢 就不用連雷固醇去吃 它的效果都很好 不過呢 普遍的病人呢 他吃完這隻藥呢 就會比較容易累一些 可能因為那個男性 荷爾蒙都感到很低了 那尤其是如果那個病人 年紀很大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要想想 是不是合適 因為年紀大呢 再加累呢 有時候都輪盡的 可能行路都沒有氣啊 或者怕它掉了都很輪盡的 那我到最新了 就有一隻藥 叫做阿帕他安 這隻藥呢 同樣地呢 是不需要用這個雷固醇 也都沒有因澤努安呢 那麼累的 那但是呢 這隻藥呢 反過來 有機會引起一些 紅疹 皮膚的紅疹 那很多時候 都要再去看啦 究竟有沒有情況 雖然呢 他的紅疹很多時候呢 都是可以簡單地用藥 就已經處理得到 那但是總結而言 就是我們有一些 很好的藥物 可以去給 那都要看回醫生 評估你的情況 而決定 究竟哪一隻最適合你 如果去看回 一些 靶向性賀爾蒙藥 和化療藥 它的比較 那又怎樣呢 那這個都已經是 四年前的了 有個研究報告 那麼我們去看阿比特隆 其中一種的 靶向性賀爾蒙藥 和化療藥的比較 那麼簡單來說呢 在一個效果方面呢 是看齊的 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麼你看這個圖呢 其實就是看那個 病人的存活率 如果有病人 因為那個癌症 而細細呢 那麼他那個圖呢 那個curve呢 就會跌的了 那麼你看到呢 其實兩個顏色 紅色就是化療藥 藍色呢 就是那個靶向性賀爾蒙藥呢 它兩個 兩條線呢 差不多是看齊的 也就是說呢 它的存活率 是在類似的 你看回呢 剛才我講過 如果只是給 傳統賀爾蒙藥 它的存活率 說的是 兩年 到三年半 如果你看回這個圖呢 下面那個 零 十二 二十四 三十六 四十八個月 四十八個月已經四年了 你看到呢 大部分的病人呢 都是活到超過四年 那麼 平均來說呢 它是能夠延長到病人呢 一年至年半 即是由兩年至三年半 再加一年至年半的壽命 那麼 在轉移性 前年性癌的效果 已經是相當之好 另外一個 當然就是 給一些荷爾蒙藥 我們就會期望 它對於病人的生活質素 是不是會有幫助呢 那麼 你想像一下 化療藥 很明顯 因為有一定毒性 你給了化療藥 生活質素就會立刻降低 直至你完成了化療藥 那麼很多時候 都會恢復到它原本的水平 那麼我們給荷爾蒙藥 把向性荷爾蒙藥又怎樣呢 那麼 有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也是四年前出的 又是看 這個阿比特隆 那麼看什麼呢 我們呢 就分別有兩組病人 一組病人 就只是給荷爾蒙傳統的藥物 另外一種呢 就是荷爾蒙傳統的藥物 再加 把向性的荷爾蒙藥 那麼紅色那條線呢 就是給了阿比特隆 特別的藥物 那麼它看什麼呢 就是看一下 究竟它的生活質素 它的評分 有多高 那麼簡單來說呢 我們發現 如果給荷爾蒙針藥 再加上把向性藥 那個的生活質素 不但只是沒有跌 而且呢 是會是更好 而且呢 是一直維持到它 研究完成都一直是這麼好 那麼所以我想 也都證實了一點了 就是它那個 把向性的荷爾蒙藥呢 這個生活質素呢 其實比起化療藥 相信是會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那麼 我也嘗試 簡單去講一下 究竟 治療是有什麼方法 以及究竟 不同的治療 比較起來 有什麼分別 但是呢 我到最後呢 就是想做一些很簡單的總結 有一些重點 讓大家可以 回家 可以 希望是有用 第一件事 就是關於前列腺癌的診斷和評估 其實最重要就是保持警惕 及早發現這個前列腺癌 一定是對於治療的效果是有幫助 如果這麼不幸 是真的發現前列腺癌呢 那麼我們下一步要做一些精準的掃描 PSMA靜電的掃描 去看看究竟有沒有轉移的情況 如果真的這麼不幸 發現有這個轉移性前列腺癌症呢 那賀爾蒙治療 無論是針藥 還是高院撤除手術 就是最基本的了 治療這個轉移性前列腺癌的基石 但是呢 額外 我們會考慮用化療藥 或者一些靶向性的賀爾蒙藥 再加上去 是能夠更加控制得好的 那個前列腺癌 其實呢 也都有越來越多其他研究就是 可不可以化療藥和靶向性藥 一起加下去呢 也都開始有這些研究了 效果似乎都挺好的 不過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希望有多些研究 告訴我們究竟 怎樣才可以更加控制得好 而這個化療呢 和靶向性賀爾蒙藥物呢 控制前列腺癌的效果是累近的 所以如果它的效果是累近 那我們就會考慮 究竟它腹狀的層面哪樣好些呢 那我們就發現了 靶向性賀爾蒙藥物腹狀是較少 而且能夠大大提高 患者的生活質素 在這裡就做了一個簡單的總結 多謝大家的收聽 如果有什麼問題 隨便可以留言 我們都希望盡量去解答 好 非常多謝張醫生 這麼詳細清晰的講解 首先我自己問你一條問題 其實剛才你說 就是賀爾蒙治療就是基石 但是用那些靶向性的賀爾蒙治療 和化療似乎都挺有用的 是 那其實是否就是說 其實你都應該很少建議 患者就這樣做賀爾蒙治療 或者是否另一個說法就是 都不應該就這樣做賀爾蒙治療 其實現在基本上在秘療科和腫瘤科 的領域裡面大家都認同這件事 就是如果你只是給傳統賀爾蒙的針藥 或者只是做高院撤除手術 這類最基本的治療 就已經不是我們的標準 其實我們一想就會想 賀爾蒙藥加化療藥 或者傳統賀爾蒙藥加靶向性的賀爾蒙藥 才是標準 只不過就是有些時候 各種的原因 可能你給不到這類治療 譬如病人可能年紀很大 他的腎功能可能不好 或者他的身體質素不好 你怕給完化療藥 他根本未必頂得順 或者你給完之後 他的生活質素降到很差 你又擔心會不會影響他太重要 雖然控制可能好些 但他的生活質素太差 那究竟是否真的幫到他 又或者靶向性的賀爾蒙藥 如果他有一些內科的疾病 令到你用的那些藥物 用不了 或者他的經濟上是有一些負擔 他未必可以給得到錢去吃這些藥 等等 各種的因素 也都會有機會影響到 究竟你能否給到這些藥 到最終也有些病人 那種原因令自己是接受傳統的荷爾蒙藥 不過我們盡量都希望避免這些情況發生 明白 那在這裏也解答一下朋友的問題 其實有幾位朋友都提過 問過關於做根治性的前列腺癌手術之後的問題 就是說譬如做完一個根治性的前列腺切除 或者一個根治性的電癌手術之後 那個PSA就有些慢慢上升的趨勢 那他們都想知道究竟怎樣才算是復發 還有在這些情況復發之後的處理 那可能和轉移性藥就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不過就都想你在這裏大約講解一下 好 這個問題亦都很複雜的 有一個很深的學問 那但是如果做得前列腺 整個前列腺切除手術 其實先有一個條件的 就是我們做過所有檢查 沒有擴散沒有轉移 我們才會覺得做手術能夠割清 那你才做到你的目標 那但是如果做完手術之後 我們的PSA 你沒有了前列腺的器官了 癌症細胞割走了 它的PSA會跌到哪裏呢 就跌到0 但是如果這麼不幸 做完手術之後 或者在福檢旗丹 看到PSA開始在升 升到一個水平 如果前列腺癌的手術之後 它的PSA是升到0.2以上呢 那我就會擔心了 究竟有沒有復發 那做電療一樣的 你電療之後 其實電療很多時候 如果那個癌症是比較差 可能都已經要輔助給一些 荷爾蒙藥一起去比 那麼這個PSA呢 也都看一下 究竟接受完這個治療之後 有多低 但是同樣地 如果那個前列腺癌 開始對這些治療失效了 那個PSA又會升高了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呢 我們呢 除了看PSA 它回升那個水平之外 同樣地我們可以考慮做回 看看PSA的正電子素描 看看究竟有沒有明顯的擴散 如果真的有明顯的擴散呢 那已經就是所謂的轉移性前列腺癌了 那麼治療呢 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荷爾蒙的傳統的針藥 加起來 要不就是化尿藥 要不就是靶向症的荷爾蒙藥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你有擔心復發 我們看看PSA水平有多高 我們要再做素描 看看有沒有擴散 而決定 究竟最合適的治療 是應該給什麼 OK 謝謝你 那麼另外呢 都有位朋友的問題問得挺好的 雖然問題很簡短 只是說 沒有提電療 那麼其實 電療在轉移性前列腺癌 有沒有什麼作用 還有沒有什麼例子 是適合做電療的呢 那麼呢 就傳統的想法 如果做手術或者做電療呢 都是給一些局部性的腫瘤 我們才會給的 那麼也都會開始 就是有一些研究報告 就是說 如果一些病人 有轉移的情況 但是轉移的量 是很少的 那麼說小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 譬如一塊的地方 一個骨骼的地方 有時候兩個或者三個 是這麼多的 那麼在今天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給傳統 荷爾蒙針藥 再加上 嘗試做電療去前列腺 就是做得多少 儘量電療前列腺的器官呢 那麼也都有研究 就是說 在那個存活的比率呢 是會提高的 但是這個部分呢 同樣地是要你的醫生 看過你的PSA 看過你的Head scan的影像 而判斷了 究竟你再加電療 是否有幫助呢 如果你的病已經擴散得很厲害 很多地方有事呢 那麼暫時都沒有一些數據了 就是說電療是有任何的幫助的 明白 那麼時間有限 或者解答多兩至三條問題 那麼有位網友問呢 其實用耐了荷爾蒙治療 在一些擴散了或者轉移了的癌症上呢 是否用得久就一定會有抗藥性 就是去到一個藥石無效的時間呢 其實呢 我想癌症始終它的細胞 它是隨著時間後會學得懂 如何去應付你的藥物 那麼可以蒙藥 基本上用了一段時間呢 前列腺癌呢 很多時候都會抗藥性 不過呢 有這麼說 其實呢 前列腺癌的治療 在這十年間那個進 那個發展是很快的 今天呢 純粹就講一些 剛剛發現轉移性前列腺癌的病人 我們可以用什麼藥 但是其實我們還沒講是什麼呢 就是 用完這些藥了 萬一它的PSA反應不好 再高翻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其他藥物可以用的 那麼所以又不要那麼灰心的 就是你有抗藥性 很多時候會發生 但是當你發生了PSA升高呢 其實我們用了一系列的藥物呢 可以考慮去比 那麼一路呢 繼續去控制好你的前列腺癌的情況 明白 那麼我們再解答多一條問題 那就是關於一個 就是前列腺癌的存活率 因為其實也有時候聽 很多人都覺得前列腺癌呢 其實相比其他癌症呢 就是那個生得慢些 存活率快些 沒錯 但是你又說到 又會抗散 又會影響生命的 那麼你怎樣看這句說話 以及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前列腺癌 就是和其他癌症的分別呢 沒錯 第一件事 如果你的前列腺癌 發現得早 是有一個局部性的腫瘤 沒有抗散呢 那你的存活率是很高很長的 就是我們是說十年以上的控制 但是如果這麼不幸 你的前列腺癌 發現得比較遲 已經有抗散呢 那它的存活的時間 就會大大減低 但是呢 我想做一個比感 其實其他的癌症 如果轉移了呢 它的存活率呢 很多時候 那些人說 哎 醫生我有多少個月命啊 前列腺癌 就算轉移了 我剛才說是兩年至三年半 雖然聽上去都是不夠 不過其實比起其他癌症呢 已經是好很多 那我期望就是多些的藥物 多些的發展呢 就一路將這些癌症控制得好 希望一路延長 現在已經去到 不僅是兩年至三年半了 已經去到平均壽命是三年多 至到五年了 那希望更多的藥物 更加多的藥物的時候呢 那個病人的存活時間會更長 OK 好 那今天呢 就多謝了Jeremy & Jason 和我們來分享 這麼清晰的講解 和解答了很多關於 轉移性磁力線硬的問題 那就呼籲大家繼續 跟進我們的Facebook Page 留意我們下個月的Facebook直播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謝謝